安倍晋三持任首相後 自民黨將會舉行黨總裁選舉 誰是葉門的接任人選 前外相岸田文雄率先表態有意角逐 岸田和安倍同期加入政壇 早有傳他是安倍屬於接班人 問題是黨內外都欠缺聲望 近期民調顯示他遠遠落後主要潛在對手 民調當中呼聲最高的是 提前防衛相實破謀 他兩度同安倍爭奪自民黨總裁之位落敗 黨內支持度不足是致命相 而大葉門還有副首相經財相 79歲的麻生太郎 麻生曾經在2008年拜相 一年後因為大選失利下台 除此之外 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 防衛相何野太郎 環境上小傳進次郎等也都是可能人選 新任總裁要經國會表決 確認出任首相 任期去到明年9月 請問您 是否叫我 請可以 您請問您